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例如 生命不怕死 在死的面前笑着跳着跨过了灭亡的人们向前进 什么是路 就是从没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 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 以前早有路了 以后也该永远有路 人类总不会寂寞 因为生命是进步的 是乐天的 天末的几句对话 意思是说 虽然从自然的观点看来 一个人的死不算什么 就是一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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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死也无关大局 但从人的观点来看 却要力争一种一国一省乃至一人的生存 作者当时是从进化论的立场说话的 所以对于人缺乏阶级分析 但作者所殴割的生命显然是前进的人民大众 这是毫无疑问的 现在就请听杨洁朗诵这篇生命的路 想到人类的灭亡是一件大寂寞大悲哀的事 然而若干人们的灭亡却并非寂寞悲哀的事 生命的路是进步的 总是沿着无限的精神三角形的斜面向上走 什么都阻止他不得 自然赋予人们的不调和还很多 人们自己萎缩堕落退步的也还很多 然而生命绝不因此回头 无论什么黑暗来防范思潮 什么悲惨来袭击社会 什么罪恶来亵渎人道 人类的可养完全的潜力 总是踏了这些铁极力向前进 生命不怕死 在死的面前笑着 跳着跨过了猎亡的人们向前进 什么是路 就是从没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 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 以前早有路了 以后也该永远有路 人类总不会寂寞 因为生命是进步的 是乐天的 昨天我对我的朋友L说 一个人死了 在死者自身和他的眷属是悲惨的事 但在一村一镇的人看起来不算什么 就是一省一国一种 L很不高兴 说 这是自然的话 不是人们的话 你应该小心些 我想 他的话也不错 1925年3月12日 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 孙中山先生 在北京逝世 一切爱国人民 无不为之震道 但也有一些 以老以少和军阀官僚的帮贤们 对死者妄加贫义 甚至无理讥笑 这引起了鲁迅的愤怒 3月21日 他写了《战事和苍蝇》一文 发表在3月24日 经报的民众文艺周刊第14号上 几天之后 作者在4月3日 经报副刊发表的另一篇文章 这是这么个意思中 曾加以说明 所谓《战事者》 是指中山先生和民国元年前后殉国而反受奴才们讥笑糟蹋的先列 苍蝇则当然是指奴才们 这篇充满战斗性的杂文 今天读来 仍然引人深思 现在就请大家收听汪良朗诵鲁迅的杂文 《战事和苍蝇》 战事和苍蝇 舒本华说过这样的话 要估定人的伟大 则精神上的大和体格上的大 那法则完全相反 后者距离愈远即愈小 前者却见得愈大 正因为近则愈小 而且愈看见缺点和创伤 所以他就和我们一样 不是神道 不是妖怪 不是异兽 他仍然是人 不过如此 但也为其如此 所以他是伟大的人 战事战死了的时候 苍蝇们所首先发见的 是他的缺点和伤痕 作者 盈盈地叫着 以为得意 以为比死了的战事 更英雄 但是战事已经战死了 不再来挥去他们 于是乎 苍蝇们 即更其盈盈地叫 自以为 倒是不朽的声音 因为他们的完全 远在战事之上 的确的 谁也没有发见过 苍蝇们的缺点和创伤 然而 有缺点的战事 忠敬是战事 完美的苍蝇 也忠敬不过是 苍蝇 去吧 苍蝇们 虽然生着赤子 还能赢赢 总不会超过战事的 你们这些虫智们 以上播送的是 鲁迅的杂文 生命的路 和战事和苍蝇 这次文学节目 播送完了